大家好 我是戴立剛 大家看著我旁邊的 全台灣最具權威性的生物老師 潘老師了 歡迎歡迎歡迎 感謝潘老師 不過說到潘老師 我們當然要講到生物方面的一些行為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疫情嚴峻之下 人跟人之間都要保持到1.5公尺的距離 你看已經保持到快兩年 兩年多的時間了 可是生物跟生物之間的 其實我們在學生物學的時候 會學到這個生物行為學 就是動物行為學 其實我一開始發現 動物行為學 我們學生的人學的 跟學社會科學的人學的心理學 一開始很類似 因為有很多類似的實驗 會從那邊慢慢的建構出來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談到個體距離 講到這個個體距離的實驗 我覺得最有名的 我們不管是學動物行為 特別是學心理學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的話也可以說是 這個最驚悚的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到 這邊有照片 就是這個卡爾洪博士 他其實做的實驗 那他其實呢用老鼠來做實驗 Mistopia 老鼠烏托邦 或者他那時候用的詞是叫做 Mist universe 也就是老鼠宇宙 然後呢他有宇宙一號宇宙二號 他就養了很多次 結果呢 最有名的是這個 Universe 25 就是第25號宇宙 為什麼 那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這個實驗 他那時候呢就想說 為什麼大家會用 Utopia 為什麼會用烏托邦這個詞 因為我們大家可能想 我們人這麼努力的工作賺錢 就是為了要能夠養家活口嘛 對不對 那但是呢他就想說 好啊 那我今天如果給這個老鼠生活在烏托邦 也就是不愁吃穿 哎呀那這樣子老鼠不就生生不息啦 應該是這樣 他就把他養在他控制的室內 所以也不會刮風日曬 控制的溫度 不會覺得冷 有無窮勁的水 以及飲食 也就是我們在畫面上看到 那這些老鼠在裡面 不只是快樂的生活 還快樂的繁衍 沒錯 那就會繁衍嘛 因為你又保持了一個適當的環境 讓他可以生存 可以讓他存活 有水有食物有空氣 沒有錯 你會看到這有很多的水平 跟其實無盡的糧食 所以他其實在裡面可以過得很開心 太棒了 那這些老鼠 那他們還會生小孩 那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一開始的話就先找四對 四對老鼠就放進去 結果果不起來 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呢 老鼠就快樂的長大 然後呢 慢慢的就繁殖 變成非常多 慢慢的老鼠的數量呢 從我一開始說 四對嘛 只有八隻 後來到了幾十隻 後來到了幾百隻 後來到了幾百隻 後來到了一兩千隻的時候 哇 整個狀況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個體之間的距離很近 雖然說大家要記得 他們就算個體距離很近 但是他的飲食跟飲水還是無窮近 沒有想到個體距離很近呢 什麼事情先出現呢 打鬥開始先出現 可是慢慢的慢慢的 所謂的族群的數量 越來越大以後 竟然他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他估計他這一個空間 其實應該可以養三千多隻老鼠 可是其實他們沒有數量升到那麼多 升到兩千多的時候 就已經停了 就不再多 為什麼 因為出來一群很特殊的老鼠 那他去觀察的時候 他發現 我們剛不是說老鼠密度大 會開始打架 身上會有傷痕嗎 他就發現有幾群的老鼠 那幾隻個體 他們窩在角落 他們很像一室獨立這樣子 他們很像獄宅一族 他們不會跟別人起爭鬥 他也不會去搶女朋友 他也不想繁殖 他也不打架 他就在旁邊 維持自己有吃有穿 身上一點傷口都沒有 他把它叫做 就是那些漂亮的傢伙 那怎麼會有這些呢 結果他慢慢的發現 當族群的密度 到了一個臨界點之後 沒想到竟然會引發 我剛說他什麼事都不做對不對 連女朋友都不交對不對 表示什麼 那就沒有後代了 表示就沒有後代了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我們剛講到 數量不是一直飆到兩千多嗎 後來呢 也不升了 停了 後來開始打架 後來數量 應該可以到三千多 結果後來數量開始又往下掉 竟然掉到又只剩下幾百隻 剩下幾十隻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 這幾個專有名詞 例如說他說那些 這個漂亮的傢伙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他把它叫做 Behavioral Sync 叫做行為沉淪 也就是說我們講啊 生物嘛對不對 生物的意義在創造宇宙 既起之生命 對不對 那但是重點在於繁殖 是生物一個很大的本能 可是沒想到出來這一些動物 他們已經不繁殖了 族群的密度已經恢復到 一開始很OK的狀況 他們也不會再有那種 想要去繁殖的那個行為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欲望 完全都已經淡掉了 這個其實我們從生物的角度來講 沒有繁殖的話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其實他們就變成 得到一個結論 是很多人都忽略的 也就是說 我們以前在講的時候 比較把重點是放在 個體距離 跟個體之間的密度 對 族群裡面個體密度 但是呢 它有個很大的重點帶出來 就是其實密度會引起行為的改變 而且這種改變是永久的 因為我們不是說 後來族群的大小 已經恢復到一個很OK的狀況嗎 對 可是他們那一些漂亮的 那一些意識獨立的 那一些感覺上 就很像宅男自己 窩在一個舒服的角落裡面的 它改不回去 我們當然講到 它是一個動物行為的實驗 可是其實有很多 從動物的行為 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一些本能 所以其實後來的話呢 還有好像他叫做Adward 就是後來還有這個科學家 他就談到 來我們可以再往下看 他就談到我們剛剛講的 個體距離的問題 但是他可以把它呼應到哪裡 呼應到我們人跟人之間的 人跟人之間的個體距離 所以你看到這邊就談到 我們人跟人之間的話呢 他是那個時候是把 那個時候還沒有疫情 還沒有那種社交距離 還沒有那種社交距離 他那時候就會說 你跟不認識的人 沒有任何交際 你大概會跟他距離 你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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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手不會碰到他 他身手也不會回到我 那種安全的感覺 但是這已經是有在溝通了 但是另外就是 已經算是熟人了 就是我身手可以碰到你 我可以拍拍你肩膀 我可以跟你勾肩搭配的 那就是朋友才會這樣 那另外當然 當然就是家人的這個親密的關係 所以其實就會變成說 人的個體距離也是有 不過其實我覺得 這跟那個不同的文化 也不一樣 有一些人他們習慣 說話的時候是貼得很近 有些人是說話比較打嗓門 對對民族不同 其實我覺得這跟民族 有很大的不同 其實以前人類學家會認為 為什麼人跟人 會維持一個基本的個體距離 因為我怕你身上的寄生蟲 會跳到我身上 你是說怕某些東西 你怕我身上的跳蚤會跑去 所以要保持距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理念 但是重點是在於 很多寄生蟲 例如說跳蚤 它很小是我們肉眼不容易看見 但是我們會發現的是什麼 偉大 大家可以想像 你等公車等好久 好不容易來了一班 門打開 車上滿滿的都是人耶 對啊 太恐怖了 有時候 還是在等下一班 對你要不要等下一班 或者捷運車廂 它是一節一節 不是連通的 那種你不要上去 一部比較空的車廂 我才會要進去 人多的我絕對不進去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們這邊應該還好 可是歐美應該早就已經這樣 我們當然可以說 因為他們的體位比較重 所以他們的香水也噴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就跟這個香水有關係 所以香水的目的就是 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用的嗎 對 這個就一般 消極一點來講就是壓臭味 那麼積極一點的角度來講的話 可能會就是香香的 讓你聞的很舒服 疫情的影響之下 我們的個體距離變得更複雜 現在就變成是 大家的距離拉得超遠的 對不對 那但是靠什麼 把大家拉在一起 網路啊 因為每天要視訊上課 大家現在也看到我們啊 對不對 所以什麼東西 把大家拉在一起 就變成是網路 這個社交媒體很發達嘛 所以呢 我們就算呢 人隔得很遠 可是可以把我們的心 或者把我們的活動 把我們的工作 直接連起來了 把我們的課業 或者是像現在這樣子 把我們大家拉在一起 那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可能沒有跟家人在一起 我可能是我以前的同學 我是以前的同事 我在網路上追蹤一下他 然後我跟一下他的線動啊 或者我自己發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可以把大家 心拉在一起 可是老師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子反而會有壓力啊 沒有錯 因為你在教授裡面上課的時候 上完課屁股一拍人就走 結果你沒想到 你現在甚至坐在家裡面 你還在那邊視訊上課 那倒是 那感覺是不是覺得好像 隨時隨地被人家綁在那邊 就跟人家說 你的賴要不要讓老闆知道 或者是說 然後我們工作團隊有一個群組 他三不五十一直賴你 對不對 這個距離不能啦 距離的話 上下班要有差別 白天賴還好 到半夜賴的話就受不了 真的是這樣 不過現在問題就來了 這網路會改變大家很多行為耶 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大家 這個電視機前面 或者是網路手機上的朋友們 信不信教 我自己是沒有啦 如果信教的話 或者是 那我以前小時候同軍會有啦 同軍要吃飯前不能直接吃 要唱謝飯歌 真的啊 然後呢這個 吃飯前不是要禱告嗎 對 對不對 或者我們如果比較傳統一點的話 人沒有到齊 最大的人 還沒有動筷子以前 大家都不能動 對 厲害你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是怎樣嗎 怎麼樣 就是菜來了不能動 不能吃 為什麼 因為我要拍照啊 幹嘛要拍照啊 你吃了又變醜了 神經了 為什麼每一道菜上來要拍照 就是要這樣啊 這就是現在的世界啊 就變成說 我現在在吃什麼 覺得很開心 就變成是 其實這樣的行為模式是對嗎 這個行為模式有一點麻煩 因為我們剛剛是以這個美食為例啦 他就比較平易近的 那但是有些人的話 他的配件比較多一點 喔 我們就會覺得他好像是在 show off 對 炫富放閃光 好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所以其實 國外也有很多相關研究 告訴大家什麼 社群媒體有沒有把大家拉在一起 有 但是也把大家的心都推開了 因為我在網路上 我看到你的動態 別人好棒喔 女朋友好漂亮 男朋友高富帥 開的車很漂亮 房子很大 然後呢 格子彈啊 閃光的這個珠寶 一大堆 我怎麼那麼可憐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 比較的問題 對 為什麼人家都是進口車 我是國產車 就變成是這樣子 好那有時候 我們大概年紀大了 好吧 就是我自己不爭氣 我牙翼咬一吞就過去了 有些小朋友他會受不了 他心態上面來說 就會覺得不平安 對啊 他如果說受不了 他就變成比較拜金主義 或者是比較崇拜別人 或者是比較悲傷的反過來 對家裡跟對爸媽 有很多的質疑或不滿 沒想到我們從一個 好久以前的老鼠實驗 可以帶我們看到 人類的世界的發展 其實從這個老鼠的實驗 可以讓我們能夠知道一些東西 不過當然不希望 像老鼠的世界那麼可怕 因為我們可以體會 我們可以學習 不管到最後走向滅亡 大家都維持自己很美很漂亮 然後呢 都不做事情不是生產 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到了現在科技發達之時 沒錯 好像反而是越來越遠 到底是近還是遠呢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複雜 所以放下手機 出去走一走吧 看看多方面的大自然 走出戶外 讓我們看雲去 看到 看雲之後 還可以看到地上一堆青蛙在叫 記得潘老師 會教你什麼是青蛙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 維穿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 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